好久沒見過 去哪裡了 我在建築公司試試打工的體驗 我也是 這麼巧 但以我所知 還有兩個年輕人會一起去 是嗎 那我們快點吧 好… 公子友出頭 繼續帶你見識各行各業 今集兩位嘉賓主持 細K和阿余 就會去到一間建築公司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余 趙仲宇 和我一個全職的媽媽 我已經有兩個女 我是李進是細K 我現在是一個歌手 Hello 我叫阿南 我今年24歲 想轉行業 我叫阿餅 今年讀年3月的 我覺得建築界是要日曬月臨的 用努力去換錢 又沒有東西 變成有東西 這問題這麼難答給你 不好意思 我期望今天這個體驗 可以學到建築這一行的文化 我想我的嘴巴還可以 怕會殺到很黑 看看今天可否表現好一點 給多老闆上升 找回他們的組員 阿南和阿餅之後 來個熱身運動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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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和我一起去試試 那個打工體驗的年輕人 是嗎 你好 我是阿余 我是阿南 你好 二十一歲 真的是張座 是畫一個理想的家 我和你畫一個 我和你建立的 你的家 給你看 那你說想搬層 那你選擇我一盤 但是你做鄰居 對 我本身說畫不是很擅長的 不是 我很擅長的 放心 我的家 遲了 我知道我是 這裡很差 這裡是一個家 要甚麼都有 要甚麼都有 要甚麼老鼠蟑螂 呃… 少量 少量 你選擇我一棵樹 兩棵樹 那是你拔的 太陽 要有樹 可以的 可以的 都是你喜歡的 但我們一起住 不會每棵樹都在一起 你照顧你這棵樹 我照顧我的樹 十字打 鎮住那些邪惡 我覺得這次的伴侶 有點有趣 是否知道我 嗯… 從沙發來說 我在畫甚麼 好像血散 不好意思 不要鬆鬆鬆 很聰明 很聰明 你適合坐椅子 有得坐的沙發嗎 沒有 沒有 沒問題 因為被你畫了一棵樹 沒有沙發 都頗有創意 不過真的建一間屋 就不是這樣了 今天就讓我們 將你從幻想之中 帶回來現實 大家好 我是Francis Leung 是這個邊部門的主管 很歡迎你們來到這裡 這兩位是Lotto 和Sumi 一陣子會教你們 怎樣用我們的BIM軟件 現在我在BIM 做一個技術語 我大約做了一年左右 我以前曾經試過 做過送貨 講過 或者是地盤的行政助理 因為我覺得趁著年輕 應該拼著 甚麼都試的精神 去甚麼都試試 既然這個BIM是新的東西 為甚麼不自己去試試 我在BIM部門是做技術 我入職大約三年多 我大約做了一年多會計 發覺同志的性格不是很適合 機緣巧合就轉了BIM部門 行業裡面突然之間 是極之需要這件事 變成有很多崗位出出來 這些崗位是很新的 以前沒有的 變成也未必可以 在現今的行業裡面的人 去轉型或者去培訓 反而新進來的 就很快可以補充到這些崗位 短期他們的事業發展 比一般傳統 即已經發展了很久的行業比較 會快很多 做BIM就是跨專業 即是說 其實你甚麼專業都會接觸到 都要有機會用到和做到 變成將來你發展 你發展回專業 或者再發展回管理階層 也是比較容易 你們一開的Sofia 就會有這麼多東西 然後轉頭就是你們用的 Paste a Component 就放一些燈、喉 甚麼都可以的 你們想設計你們理想的家 我們現在整個建築行業 都大力去推行這件事 特別是政府 已經在今年1月1日開始 所有三千萬以上的項目 都要有BIM加進去 差不多大部份的項目 都會有BIM這件事 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們中央處理到這些信息 因為我們建築起一棟樓 是需要很多信息的 但是這些信息過往 就是分佈了不同的地方 比如用很多張圖紙才能表達到 用很多數字 很多文字才能表達到 現在就可以中央放在一個模型那裡 Lotto和心儀 很努力地把BIM簡單化 講解有甚麼用途和怎樣用 不過四位組員 你們聽完都好像不太明白 好像是甚麼 不要緊 Lotto和心儀會盡力幫你們 你們現在學了怎樣用軟件 然後會有一個任務給你們 兩邊要分隊去比賽 有一個單位 你們可以放一些傢俬 發揮你們的創意 做一個設計 那現在開始吧 好 我要和旁邊不同 廁所我們全部都放在地上玻璃 有種那種… 我們放在地上的位置 對 那種感覺比較緊湊 緊湊一點 很緊張 向下的 大一點的窗戶 可以… 可以在這裡攪拌 十字架 這麼長的 有沒有一些幼的 小一點 十字架 這張座戶已經很小了 為甚麼要自己遮蓋自己的窗戶 不是因為廚房一定有窗戶 在家裡的廚房 對 但是你現在在這個櫃門 阻礙了 對 最後兩分鐘了 兩分鐘了 可不可以變窄的門 變窄 有 我看到一些虛線 已經指引著我了 那個人夠不夠過 過不了了 不是 因為做不到出來 太窄了 最窄的地方 這邊我們的模式 現在是變窄 因為我現在… 兩邊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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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過去 動過去了 動過去了 是不是放左手和右手 哈哈哈哈 接下來 你應該就可以剩下廁所 但是廁所沒有窗 沒有窗 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 可能操作很複雜 但你上了手之後 你發覺是非常容易 很容易畫到一個3D模式出來 你即使畫完之後 你會有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最難忘的就是 可能講工的時候 跟一班同事一起OT 去完成一個 TASK 好了 時間到了 大家停手了 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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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聽你的設計是怎樣 你會看到暫時是非常簡約的 你看到 你看到 一房 開放式的設計 廚房 一房 一廳 廁所 就是一些二人世界初婚的時候 初結婚的人 去入住 嗯 現在我們擴大了窗 然後令到 採光就更多 希望可以節約電流 沒有想快點進去住 嗯 但你剛才說是 新婚二人世界 也會歡迎朋友來的 當然絕對歡迎 就是去廁所就要經過主人房 嗯 嗯 就是朋友要入主人房才去廁所 欣賞一下主人房 兩個房間挺甜的 這個設計其實挺好的 傢俬比較齊全 這個是比較好的 起碼如果一間屋是你們自己煮 我想你們都會滿意 當然剛才那些問題 都挺關鍵的 就是你不能夠 要朋友經過水 去主人房才去廁所 我覺得特別是 我們是開放式廁所 首先它全部是落地玻璃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物 而且從外面也絕對可以看到你 天地唯一 對 合一 我們這間屋的主題叫做 伊甸園 好的 好了 到這間房就厲害了 這間房間呢 密室 殺人事件 這間房間的床 四面單邊 四面單邊 是十字架來的 而它進去的門是窄門 窄到你要這樣側邊的暑進去 所以可以令它減肥了 沒錯 證明你要去睡 要經過窄 非常有含意 我唯一的評論是 我不覺得是人住 哈哈 就是門口又進不到 房間又不夠睡 一旁屋也進不到 像旁邊這樣進去 我們這間屋 你有沒有覺得值得欣賞的地方 這間屋 真的看不到有甚麼值得欣賞 不過我可以說 你作為一個設計師 我有些東西覺得值得欣賞 就是你的演繹 就是你把一些客人理解不了的概念 你都可以表達出來 我覺得可以的 這個店可以的 好 恭喜大家 耶 恭喜大家 兩個作品之間 我都會選這一組的 因為始終都是比較 可以說實際一點 有應該有的東西 真的像是人住的房子 這個有個小小的紀念品 就是你們的設計 謝謝 我把你們放回 謝謝 恭喜… 謝謝 恭喜 謝謝 恭喜 我本身理想的家區 其實是很夢幻的 沒有想得那麼現實 但當我真的落頭去做的時候 我發現可能窗口 門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傢俬上 大小的限制 更加在體驗這個行業 還有很喜歡一起商量的感覺 完成任務之後 Lotto和心儀還帶大家參觀公司 了解他們的工作流程 你覺得你做這個行業 你開心嗎 你覺得你的體驗是怎樣的 那我就覺得我挺開心的 其實做這行業 因為你… 我從零開始 到你開始畫一幅牆 到四面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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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到最後看到一個模特兒 你會心想 蛤? 真的自己做嗎? 不是吧? 這麼厲害嗎? 我做了一段時間會計 然後發現不適合自己 然後就嘗試去轉行 因為我覺得年輕人應該冒險一下 所以想發掘一些不同的東西 嗯… 轉行的過程不是由零開始嗎? 嗯 很深刻 因為其實我在這間公司做會計的 所以就比較容易去轉 那這間公司會讓員工有大約一個月 或者放鬆一點的時間 讓你去訓練 給你一個時間 之後再上手 再給一些工作 再給一些工作 他都會有這樣的互充期給你 所以這裡會有不同各行的人 都可能會在 有些可能做運輸 有些什麼都會在 看到棟樓是這樣慢慢的起 將來你會覺得很有滿足感 因為覺得棟樓是我有份參與的 所以我走過就說 我和小朋友告訴自己的小朋友 他就說我媽媽有份參與 他整間公司都是自己有份參與 那譬如說你覺得 初初進來的行業 你覺得最令你覺得辛苦 或者最困難的是什麼呢? 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因為其實以前讀會計 後來轉為建築 很多條例都不明白 根本不知道應該要問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是跟多些同事溝通 去聽聽他們在說什麼 不懂得就抹開 然後再問他們 或者是如果落地盤的話 就多一點看 不明白就立刻問 然後再問他們 那些人 就是要做人 這些人就能做到事 就是要看他們 好像做到一些 嘩 哎呀 其實也不錯 體驗尚未完結 各位組員仍需努力 下一節會有更激烈的對決 可不可以叫我停嗎? 你想停就停吧 啊